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0 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听节目 很多人都在疑问 说是三次世界大战能打吗 其实已经开始了 现在就属于序幕 你研究研究一战二战就知道了 大战来临之前都是局部的零星战争 都有序幕有前奏 这一点一点都不奇怪 你看今天美国自己美军在红海 这个已经有动作了大家都知道了 击落了可能针对以色列的导弹 和无人机 你像美国的 送航 对吧 来到地中海 那是什么 那就是参战了 做好准备了 这是美国最近刚报道的美国海军在红海的驱逐舰叫 塔尼号 成功击落了由伊朗支持 也门武装组织 乌塞运动 所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 武家大楼称这些武器当时正沿着红海前景 可能朝向以色列的目标 美国坚定的支持以色列 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你感动感动就直接就开干 不怕美国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场 二场 三场 也就上场 中场 下场 其实就是一场战争 自由世界 和威权世界的 大决战 地下来临 武家大楼新闻秘书叫 赖德 准将周四 在武家大楼告诉记者 这艘船舰在水面上拦截了三枚 陆极攻击巡航导弹和极甲无人机 无人机 其实中美对抗 早在川普时代就开始了 川普那个年代是解决了认识问题 行动上的时候呢 也挺明显 就比如说那个时候的军机 侦察机呀 天天往中国飞 甚至都飞到上海附近了 对吧 现在为什么没有了 人家那时候都已经掌握了你地面上的 海上的 地水底下的 立体的 海路空 人都给你侦察了 已经结束了 到了拜登就是实际行动 在布局 布局到今天人家就濒临城下 这个是 关口就不是前夷了 关口就进入你的 国家的眼前了 对吧 就在这海港的地方 你可以看出美国动作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一次 哈马斯袭击的 以色列 其实也是一些好事 为什么呢 现在双方的对峙 通过讲道理 已经无法解决了 只有两拳头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你看这个 这是很大的动作 美国已经开打了 赖德讲了 这一行动 展示了什么呢 我们在 中东接力的 集成 和防空和导弹 防御架构 准备在必要时 利用这些架构 保护我们在这一重要地区的 合作伙伴和利益 也就是说呢 他不怕你阿拉伯 这些国家 参与 他想办法是 游说他们不惨 往最好方向努力 努力不了 一旦你参与什么 参与我哥们就开始干 是不是 有这个能力呀 也有这个财力来 应对 所以才有这个动作 根据莱德的说法呢 此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上网 刚开始的时候他肯定还是 比较精准的 尽量避免 能够是战事 进一步升级 或者是 商机无辜 这评文上讲 根据美国的初步评估 这时候船舰似乎不是袭击的目标 他不敢攻美国 他应该是打以色列 他就像冲击 冲突就拦截了 赖德表示美国和联军摧毁一架无人机 但另一架无人机 飞底的基地 造成了联军军人轻微的受伤 你不可能都联接拦截 这种漏网之举 这评文上讲 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在巴舒尔空军基地 也击落另一架无人机 没有造成 联军装备设施损坏和人员伤亡 同一天 两架无人机 袭击了伊拉克西部的 阿萨德 阿萨德空军基地 其中一架被 击落另一架被损坏了 联军一些军人受了轻伤 乃德讲 如果有任何回应 都会在我们选择的世界方向进行 这篇文上介绍 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事件发生前 哈马斯分子在10月7号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了 这背景材料我就不许从国 大家都已经知道这几天了 看看美国资金到这时候 就采访那些 专家让他们谈谈观点 资深国际研究员 他是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 他说考虑到这里涉及到厉害关系 以及哈马斯伊朗 珍珠党可能在该地区世界的目标 他们可能并不在乎美国派来的什么 也就现在最可能参战的就是 伊朗 还有珍珠党 珍珠党已经表示要地面 要开干的话 他会 采取动作 说是伊朗现在还没有 就是直白的 这个 参战 要快乐 如果他们能够把美国 投入战争 这或许 或许对他们目标有利 美国海军 埃森豪北号 航空母舰 打击群 正穿过大西洋 与正在地中海 东部执行任务的 福特号 航空母舰打击群 会合 那么有人就会讲说美国的兵力 不知道那里了 这里就无法应对 这个 就是中共 你说错了 人现在 核潜艇在 震海港放了 就觉得足够了 对不对 你最后不就是那核弹吗 美国也不在乎 对不对 这边门上讲说八弹号 两栖 戒备群的三艘舰 舰艇 正在一系列附近部署 数千名海军陆战队 也就美国很可能在 这个哈马斯 袭击之前 就得到情报 知道了 人也不在乎啊 一支有 一支 A10攻击机 纵队进入中东地区 另一支呢 A10纵队部署 还有更多的 F15 但 16战斗机 进入了该地区 那么 奥斯汀怎么讲 奥斯汀下令啊 让2000多名军事人员 处于 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随时准备出入打仗 乌加大陆 周二对美国的影响 如果总统启动这些部队 将进一步增强美军在 中东地区的公共防疫医疗和后期能力 情报 监视和侦察能力啊 也就是 各位感觉老外的五花打仗 一打仗不用选举了啊 就是战事总统 罗斯福 那对他这个年龄 人 来讲 容易比什么都重要 是吧 都想清智流明 下去 要大权 说不定 让川普得逞 他下去了 是吧 所以这个拜登 不怕打仗 你再看 另一篇文章 这个 日益接近 对美 攀牌时刻 习在邀请 附近喝茶呀 你这一次 这个十年这个峰会 习名来了 和普京俩了 密谈好几次啊 这篇文章就讲这件事 说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中国领导人在一个半 一个半小时的正式会谈以后啊 又单独邀请普京喝茶 这才是重要的 起码 因为单独的话 他就可以讲很多这个 明面不愿讲的事 都知道将来一旦打败了 法庭审讯的讲证据 说到那天就不承认了 他俩在站 批斗的时候 请你抓 你看那审判你 战犯都不是耍赖 就是我不知道 单独谈 可以耍赖 不都这样 所以两个人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啊 在结束 网话形成记者会上 吴京透露西风 和他讨论了一些非常机密的问题 不外乎就打仗 就打完以后 咱马上就要打台湾了吧 你怎么办 啊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互相之间这个一个是鼓励焦底 啊 一起一致动作就绑在一起了呗 总结这是 习普会 这个专家们就开始 提出各种观点 就没有人要讲啊 说一带一路国际 安全国际合作峰会论坛的契机啊 就是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 这最重要件事 这13年以来 他俩见了多少面 42次面 大确实 情投意合 都是业务这么加吗 穿一条裤子 是吧 所以他不可能和美国合作 你和他俩关系超好 也是普京 自今年3月 被国际刑事法庭 以涉嫌战争 最为 发出戴普令以后 第1次出发的 苏联 以外的 前苏联以外国家 所以两人成为 哥俩好 好朋友 那么这个 纵俄建交 又是 启示五周年了 又是一带一路搞了 忽悠了十年 这是奥巴马 眼睁睁看 中共做大了 这确实挺遗憾的 这里就采访了 一些专家 让他们谈的观点 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他这一次 非常非常的关键 就他们别看的公布讲的是什么呢 是贸易 说今年前三届 中俄 贸易额 超过1760亿 同比增长30% 这都表面 真正是军事合作 怎么能够 这个 抵抗 怎么能够就是 这个 不通台湾 因为什么 打起仗 等着全面爆发战争以后 美国的经历 确实就分散 但他的经历 也分散 到那时候 他也不能确定 他能稳稳当的 就拿下台 台湾也反击 因为他没 中共没打过仗 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 他那些躁动不安 不打也不行 国内矛盾这么深 经济也崩盘了 权力斗争也激烈 搞不好他便叫政绩给他抓起来 所以他现在开始就毛了 对不对 那么台湾如何的保护 大家看到一篇文章非常重要 是看中国网站发表的 据电信报报道 潜艇可能决定台湾的命运了 将来 从军事设施角度就看潜艇了 说如果最近的兵器推演完全正确的话 那么美国海军 一共有54艘 全副武装的隐形 核动力攻击潜艇 就这个东西 能够把中国的40艘 冥冥船的集成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当 到那一天集成了以后 马上就不一样了 他现在拥挤因为他300多 多艘船比美国多 到那时候再整一些冥冥 什么是吧 这个忽悠美国 他说削弱 中国对100英里 台湾海峡的任何路去 台湾的优势就是他隔海 他不像乌克兰 国土和波兰的地方 对不对 他也不像这个哈马斯攻击 死地那么容易 他是还有一个优势 至于死地后生 对不对 你别看他孤岛 这位孤岛 他的力气就是什么呢 毫无可逃 你只有战斗到底 对不对 你看台湾那些人的 在乎 我看那个评论员每天都在 咔嚓讲 讲的都像别人假设 那证明他们不怕吧 对不对 这些潜艇和发射的 远程巡航导弹的美国 空军轰炸机 协同作战 甚至可以结束入群 并果断的解决台湾与中国 之间四分之三 世纪以来 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最后打起来 决定 决一死战 中华民国就回来了 等到中共 大石已去的时候 国军打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 从我的老百姓想蹦高跳 是不是 随不 欢迎孙宗山 黄庆队友回来 最起码三民主 对不对 保护私有财产 你想也是 亲闻自由 是吧 国内媒体都可以随便发表东西 可以办杂志啊 文人 那到那天 名利丧手啊 你办杂志就行 对不对 到处都有给这个赞助的 是吧 还有这个老百姓的私有财产 得到保护了 还有这个 言论自由啊 对不对 等等啊 所以肯定到那天以后 你就可以看出香港的形势 做为什么呀 内蒙的 西藏的 是吧 西藏的老百姓 那肯定了 那个 都对这个 达里喇嘛 非常是 崇拜的 是不是 新疆也是一样 在教育营是声名狼藉 再加上有火 遭到习近平整肃的 陈全国的势力也反烈了 是不是 还有那个内蒙 胡春华的势力 乌兰弗家族的势力 全是反习的 你就想想 军队更是四分五的 你就想想 就习近平 这个就他这个水平 只要挑起战争 本人认为他长不了40天 我就跟你讲 他连萨拉姆 一半都干不上 你萨拉姆 最起码还有个古兰境 读一读 你说他有什么东西 你古兰境的东西 起码有零距离 对不对 就习近平 这条他这个邪教 思想就靠那个什么 两个维护两个距离 你终止我吧 你终止我吧 人就能终上他 是不是 当然了 战争一开始的时候还在靠什么 靠这个 这里讲解决台湾问题 军事不平衡 还是核潜艇 也就是这个潜艇 潜艇 核动力潜艇 这里讲 这个问题 反潜是艰难的 他甚至可能是所有 现代战争中最 艰巨的任务之一 看中国网站讲 他说 海洋广阔 无边无垠 用 这个自然的 嗓音歌唱 并且部署了一层层 交替的冷暖水 咸水和淡咸水 所有这些品质使了 380英尺长的 弗吉尼亚 这个机的潜艇能够轻松的隐藏在 隐藏其135名水平和 三达 鱼雷和导弹 导弹 讲得这么细致 这些 这些细节 除非中国海军能够部署 巡逻机 直升机 军舰 潜艇 例行 和随下船感器来发现 并击沉美国 舰队的附近年号 洛杉矶 和海 海狼级的潜艇 否则 这些舰艇应该能够随时发生攻击 到那天你不用你攻击 他自己内斗就攻击 人家 海军都是很习习习 就无声力的人都用习习习习 我干嘛有一个能用习习习习习 就恨不得 因为海军都单独作战 就一个船一个船就跑了 或者说解放了 搬水了 找人歇习习习习 刚开始还能鼓热呼绽 小伙伴还去上天 还回去 这下就弄出来 是不是 应该那个履顺海经基地 司令员以前那些都写小说了 文莲的造作员 还请咱们去 吃饭喝酒 吃牛皮 韩鞋做的 讲她写小说的 部队的部件的太多太多了 你要打起仗 这个都是两面人 我就跟你讲 有几个人战争共产党的 是吧 他家里人都没有动签 没有苏多国 哪政治迫害 是吧 历史证 政治运动 何况现在抓的人太多太多了 遍地都是 你看今天 总统带说给你们介绍介绍 又抓个大老虎 这个王大队 是不是 自认公安厅都抓了 哪一个人没有一个 风火队都等着 是吧 让你看起一篇笑话 那么这篇文章 你看他讲到 他说美国对国防部 有信心能够在海底战斗 独角大陆在22年 中国军力能力报告中写道 中国海军正在通过 发展水面舰艇 各种任务 飞机来提高反潜能力 但他仍然缺乏强大 深水反潜战能力 截至2008年 他说 有人分析中国的海军 反潜水围 拖曳声纳 这个 阵列的水面舰艇的发展 感到固 同时又对中国海军 反潜部队的一个关键弱点 表示这个遗憾 那就是 巡逻机 他这里讲的都是硬件 就是武器 其实军队最不堪打仗 就是内斗 是不是 你就想吧 现在这个海军 基本上全是无省力的人 无省力的本身 这么讲 他和这个波西莱关系 还当年非常好 在那个海军界面 学校他俩一起喝小酒 是吧 你能说他忠诚悉兵 我再不相信 是不是 他是忠诚自己 说他自己 只是花他自己的钱 再加上你想 胡温那个年代的时候 你就想想 那时候 打理水面舰艇 学树里的典型是谁 是不是 胡锦涛那个年代 那个人是朝阳的吧 是吧 保证一个人生病的人 树那个典型 我忘了叫生命了 搞那些名堂一下 你想想那个部队 那些尤其是海军呢 没几个赞成席 基本都是温家宝 胡锦涛的派系 那个派系的啊 所以你等嘎起张来 你就知道 这分析力量有多大 一些那个和平年代 你看不出来 人都怕 席屏镇压 抓人 都怕这个都假装的 到那天人就露出真相了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反腐败的运动 你看这个辽宁城公安厅的厅长啊 这是决定当年是吃饭公民的人 王大伟 送到法庭上去审判了啊 你看这个还不错 还冷战穿着干部服啊 小头型的刘伟厅 还没给踢个马带呢 没提突典的证明对他照顾 还有个特权 这王大伟是10月19号 湖北省鲜阳市中纪委发言 审理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公安厅厅长王大伟的案子啊 说他08年到22年 他为什么用08年 胡温时代的 对独离克强的地区啊 王大伟利用 担任哈尔滨市民常委 政法委书记 黑龙江省公安厅厅 厅长 不厅长这个条件 贪了很多钱 我不起重复了 就网络了 我告诉你 这里提了一个人 证明这个人也抓了 是民营企业 说当民营企业家真倒霉啊 你看 作为为辽宁中旺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和个人企业经营 就在这个人的社会 那就是刘宗田也抓了呗 驴也大玩刘宗田 刘宗田干活的时候 他那个驴啊 那个仓库放在墨西哥 是美国忘了 就媒体报道 说在天空都能看 那生意做的绝对红火 那刘宗田我太熟悉了 这不就辽阳文盛去的吧 是不是啊 生产那个驴合金门窗起家的农民 文实人心亏死了 不所以好癌症的 文实人最支持的 就是刘宗田 宗田宗田吧 一点文化没有啊 但是会什么 会一些请客送礼 会行贿受贿这条链 那往里砸钱和徐家银一样 那绝对的 你了解那个地方多腐败啊 我太了解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你要办啥事不得花钱 全是钱 你没有钱 你都明晚试驾啊 那个地方 他这里踢他就证明啊 他也抓了 你不抓他怎么能给他顶罪 你还有辽宁 红韵投资集团 孟兵 这些我不了解 就刘宗田这个企业 我太了解了 你想咋 原先这个这个 有很熟悉 就给他开车 你想 我又不讲是谁了 就给他开车 你想讲那当年 讲了一些故事 是吧 没什么文化吧 干啥事就啪 一堆钱一砸啊 给那个领导送礼都会送啊 领导说 哎呀 你别我拿钱来啊 这都是不政治分 这边一边讲 一边抽点 拉个份吧 那份里一碎 就是一万两万 你们都这样 我说 哎呀呀 下不为例啊 这个刘老板 这样不好啊 咱看这俩是君子 只有淡如水呀 哎 就这一套都是这样 你就是不是 呃 这个再不就是我 不要钱 就是但是我太喜欢 这个 王尔烈的字 你拥有 王尔烈是压倒三将 王尔烈了 廖阳和 王尔烈 那名人 是吧 才子 王尔烈的字 也很值钱啊 是吧 你要曹雪金 这是更值钱 所以 假的饭来成的 那廖阳 那个古董殿里面 扰了老鼻子 那个就是那些假的东西了 什么东西都有 还有皇帝的圣旨 都是假的 造的 是吧 像毕业服 也是假的 是吧 等等等等 那年代我经常过往有意思啊 他的那个 因为他那个城市有文化底润嘛 就是太子河 你看那风潇潇 易水寒 壮食一区无法 这个壮食 我就紧克不就是獠牙的 正好在那个地方 民主人村谱啊 就共产党把那种污染的 就是贪过物理变地 习近平整个人 全是住到这里 因为这里除了个王振普啊 王振普不就 就这里的市民 属下这个王冬民 因为王冬民后来投靠习近平 习近平不整他了 还给了个官党说 现在当总共会主席了 又是全国的人大副委员长干粮届啊 这个王振普到底还没说啊 但是王振普收下 剩下这小官僚 这辽阳四大半 全居足了 就李克强 最最李克强的馅儿了 顾春华的馅儿了啊 这里也讲到了刘总田 你看说他是亚洲女王啊 后来跑回中国了 跑回中国他也抓了 这里面其他人介绍这些事儿 这就说明什么呢 你任何人当官上了以后啊 都跟企业的从企业露钱啊 没有不露的 问题是他站队站错了 就是李克强这个下 如果李克强当总书记呢 这会儿 就李克强可以下令抓习近平这些人 像猜鸟王小红都在监狱 说他为什么现在干他们这么狠 骂他 我擦你的脚 你给我抓 你终于落到我手里 胳膊就狠狠的整理 所以几任公安厅厅 然后全进去了啊 你看这里讲的 辽宁省的公安厅厅厅长啊 这个从这个李文锡开始 一直到这个下轮 全都关到监狱的去 这说明什么 什么体制问题 不是哪个问题啊 你看这里还讲了 非常详细啊 说近年来辽宁省公安厅 连续三任厅厅厅都落马了 分别是李文锡 你看我到现在保留一张我的护照啊 那个护照就是李文锡盖一张 这古董的 是吧 李文锡 李文锡不够护照拿了来 是吧 还有这个李文锡完的时候 是薛痕 薛痕完了是王大明 那现在是谁 我不知道 别着急 你等下个内斗 你得进去斗医啊 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吧 整个钱也没有时间花啊 叫自己的钱不动你自己的老婆 碰这不碰 你天晚上护架 都丢到你了碰啊 你一天的护架以后 那荷包全是钱 你已经动你的钱 你想花钱都找不到店花 对不对 你知道哪个没有 没有请你吃饭 而且还在吃好的呢 是不是啊 当官都是这样 为权力高度击中了 是吧 所以这个制度害人啊 并不是说你仅仅是 你跟随李克强错了 是吧 你这篇文章讲说 还讲到这个李文锡 薛痕王大明 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去职权 或地位行动的条件 为他人 案件办理和企业 经营上提供帮助 那你大陆人一都找你 你公安从从长来 我家人又被随随抓了 只要不是杀人 杀人不好办了 就是一般的犯人 找那个要找王大伟 给他们求你办事 我那小舅调皮进去了 在哪儿的城市 这本西公安局抓了 行行行明天就给你放了 就完事了 对不对 然后放完了以后 回家结果冯天过节 也不能感谢人家 来淋点什么 茅台酒就来了 说哎呀 谢谢啊 我这孩子不着调 都没话说不着调 要不不叫你就不就完了 这不废了吗 现在放了 他的孩子一放了以后 还走啊 为什么反正有人给他招着 他社会上再惹事 都是这样 你去看看你的监狱里面 很多人在关一段世界 固定什么时候 上面就来另放 衣服换走了 哪有什么法律 那就随广大随法律 你去习近平不是这样 现在你要认识习家军 习近平不用习近平 习近平的秘书的司机 你能排上一肚牛 对不对 你到陕西 这头走那头烂颤 谁习近平的秘书的司机 别人肃然起敬 我的天 没有办法成个事 这个政治制度造成 你在加拿大 你说就是你现在 一旦是犯事了 没办法律 你去求谁 你给这里公安军事 给送礼 你送给谁 对不对 还是一个司法独立好啊 所以他这个 这个非常可惜啊 这些官员在体制内 玩嗨的时候 谁也不能想到 自己有一天倒霉 是吧 你想想邓 这个邓惠林 你上来我就讲 他肯定得进去 你看他后我进去了 王立军 王立军我也讲的了 是吧 你这些孙立军也是一样 孙立军现在监狱肯定后悔啊 我那时候要听老江的 节目经常听 他想抓老江的抓来 要按老江的想法讲 我直接在公文归家坐下 吃脚一直吃 现在对不对 即使被美国 FB 抓坐牢 也是最起码媒体可以报道 对不对 也不能说 践踏他的人权整的 你看孙立军进去以后 从此以后无声不息 最后一个消息就是 左边站一个美女 右边站一个美女 其实也不是美女 就是女的景花 穿了个景风 他说他是 这个就是一直工作事件 跑了出去玩 谁这是真假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我估计孙立军这个事 就是因为他知道事太多了 他悉悲害怕啊 这样的人留在外边 你说加莱 那一旦这个账给和美国 靠谱这个账输了 努力的时候 这些人不是带路打 都反水了 他为什么现在在辽宁 这么大动作 这把李克强的人全整了 他就知道 八难来临了 对不对 一旦打起仗了 这些人都有枪 又会用枪 又有一批社会势力 反水带路打不就完了吗 说他现在打个提前量啊 梁宁省现在是重灾区啊 内斗是最紧张的啊 抓了很多人啊 你看今天的媒体报道 上万页的一个大文章 其中还提到了顺利军 王立克也提了 王立克不就是葫芦岛的 是吧 他爸爸不是葫芦岛的民营企业家 超有钱就是 这个王立克啊 就王立克相对听说 还不怎么要别人钱 为什么他要钱 只要一家的钱 说他以为大哥是搞矿山的 这一门一钱到他拿的 拿个十几个议题说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都是九州上流传的 这个小道消息 后来王立克也完了 王立克您不是给 随着就是一送礼的时候 小海鲜吗 您在大连都是这样 逢年过去到领导家看一看 没有别人 就是给你的小海鲜拿 一走领导一把喝的 全是美金 是不是 都是这样 这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你在台上都给你送 你不在台上都给人送 这关键是一个政治制度 所以每一个官员在位的时候 就应该制定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想得远一点 别跟他们一起鬼混 到最后下场都是惨 你隔禁那么多的人 你不争议 你李文玺最起码现在知道 我老将怀念就是我出来的时候 他就给我护照 客会专利 专利到我家来了 我估计的时候肯定 李文玺就想 你跑得远远就好 最好你跑出去整天抄上讲不起来的坏话 是不是 所以那护照 寄到我家了 我都很惊讶 这怎么护照到我家来了 是吧 李文玺不管怎么样 还能爬路朝天 各种一遍 放你一马 到习近平这时候他们放你 不可能放你 是不是 你再看最后一篇文章 讲到韩国现在前国安首长 说美国需向韩国提供经济延伸威慑 因为韩国一看 你们都支持乌克兰 支持以色列 支持台湾 我怎么办 是不是 都各个等 等他打个支持 这是法国的文章 他说10月20号 韩国前国家安全安保安保实力主任 金圣汉 出席的一个智库台会 在这会上讲 韩国应与美国建立经济延伸威慑机制 用这个词 应对第三国可能实施经济协和 肯定中共了 对不对 说是从而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影下 应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将来火耀桶第四场战争 有可能是朝鲜半岛 对不对 金圣汉曾担任韩国陷阱 一届政府首任国安首长 今年3月辞职的据韩联社报道 他周五在参加布鲁金斯学会 和崔宗贤学术院联合举行的 叫韩美同盟七十周年 即未来七十周年会议 发表主旨演讲 讲的这段话 他提到了16年美军在韩国部署的 萨德导弹放弃期的后 中国对韩国的报复 当时不是对韩国豪 对中共 我对韩国豪的人报复吗 金圣汉称 延伸经济威慑的关键是 用反胁迫措施呢 就是惩罚胁迫者 惩罚胁迫者 并说呢 我们必须建立拒绝胁迫联盟 增加供应链的任性 他提出的 美国应组织一个名为 拒绝胁迫联盟的国际网络 其中包括什么七国集团 藏员 并且美方应帮助其盟友 借链应供应链的任性 他这个其实考虑的预想 是一个冷战时代 将来是一个漫长的冷战时代 也可能不能打起来 全面的战争 但长期冷战 人的冷战就麻烦 就得需要这个 他讲这个 借链供应链的任性了 他说此外呢 借链供应链指出 在朝鲜追求核武器 和洲极弹弹导弹的多样化 和先进化的同时 加强核严肾威慑 就是你这个镇海港的核弹 再往前挪挪挪挪挪的 所以这是这是金三炮 说是应对不断升级的朝鲜核威胁 作为韩美共同的重要人物 特别提到最近的韩游会谈 是一个转折点 朝鲜的核导弹能力 也不仅对本地区 而对整个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因为金三炮都鲁莽 金三炮已经讲了 不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逗其美国 对于近年7月成立的 韩美人核忽伤小组 金四炮说呢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两个盟友首次成立 高级别 尝试挫伤机构 来讨论核战略 并计划的核行动 金森汉称 总而言之 韩国和美国之间 必须不断变化的环境 在这环境上 迅速运作什么呢 核挫伤小组 专门研究核武器 应对它一个小组 通过牢固地将 经济与安全对话制度 来加强和延伸威慑 并促进经济延伸 延伸这些威慑 他说呢 如果这把两者结合起来 你就能够看到 延伸这些是如何转化为 所谓全面延伸威慑的 他说如果韩美全面延伸威慑 得以建立 将能够扩展到日本 等其他制度无道合的国家 并为印太地区的和平 与繁荣作出攻险 因为房子金山炮 突然间袭击韩国 包括日本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好谢谢